譚仔國際上個星期就出了業績 有朋友就說他三個一就高追了 他說現在是不是應該現價沽呢 其實就搜索他都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看看他指示位置在哪裡 如果你說譚仔長線投資 我又覺得對品牌又未至於這麼有信心 但是我認同在十幾年前 大家會想找一些穩定的股份來收息 或者買一些穩定增長的股份 大家會想大家落大快會來一點 我想到了今時今日這一刻 譚仔就是取代了那些穩定的股份的地位 即是你在香港上面找一些很穩定的餐飲股 譚仔是首選來的 但問題就是 它現在不是以一些收息的心態為主 它是一些發展店舖策略 你看上次出現業績之後 都是說你開幾多間分店 市場會擔心開始有一個 近這幾年餐飲用行業都容易出現 叫做盲目擴張的狀況 開店舖當然是憧憬好的 但是開完之後 實際的feedback 或者甚至自己打回自己的時候 股價就會有向下的實傷 所以這些位置很難安全的 男生 3.1追了2.7做止善 承擔第1成左右的風險 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暫時來說就守住它 3.1追下來都不是第一天的事 甚至近期的股價 你看到在過去兩個星期 2.7都有初步支持 守得住2.7 我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發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